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49届武神坛总决赛的比赛 珍宝格对阵钓鱼岛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出现了一把大客的情况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竟然出现了我们刚刚所聊到的鸟阵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很简单 对战方一把虎阵肯定也是来抓风阵的一个打法 那我们看到观战方这边是钓鱼岛 对战方是珍宝格 这场比赛鸟阵大客虎阵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阵容那个情况 这场比赛哇非常有意思 从变身卡咱们可以看到观战方这边直接上了一个三输出 哇对战方是上了一个摩天宫吗 摩天宫 对战方是一个双法的一个阵容 双法打三弓 都不是在我们前几场比赛看到一些很常规的阵容 所以在决赛的一个搬选之后 我们能见到一些很多新颖的一些组合 而且我们通过这场比赛咱们可以看到 鸟一岛这边直接上的是一个 立武装尸陀女拔加化身寺的一个辅助 我们看一下这个鸟在拿大客之后被削弱的一个状态 能不能打出一个优势 是的那看到观战方之名 如无意外是选赏的一个因素了 变身卡是一个曼珠沙滑卡 水风 这把的话观战方是肯定是要尝试出手的直接 因为利用开场的有点优势 来打一打对战方一个整体细血的一个压制 好野兽还是提前补起来 继续出一只蛇胚啊 还是要及时的把自己的双蛇走成型 成型之后啊 这场比赛至少有一个X因素在那里 对 就是蛇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就是 你的一个不确定性 永远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或者说是一个惊喜 是的 而对战方的一个珍宝格也是变成一个化魂 好像是已经完全放弃了一个速度的一个争夺 对就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嘛 他开虎阵目的就是为了一把大客 抢速度是不太可能的 那不抢速度情况下 但是非常不幸没有遇到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阵风阵 没有遇到风阵反而是被一把鸟阵给大客了 确实 比较伤 那这一场比赛来看啊 应该是对珍宝格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挑战非常大 然后这边 凋鲁岛这边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甚至心理上的一个优势 是 而且有个重点啊 就是对于于岛来说这场比赛他其实挺堵的 如果他开了一把鸟阵万一被大客 他们本来鸟阵就没有伤害的一个加成 如果再被大客 伤害是真的很难受 那这场比赛他们三宫有大客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伤害的情况 而且现在这个鸟阵的有几个位置的一个速度加成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高的 所以万一是被开鸟阵还没有一个速度的话就更伤了 嗯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回合啊 化生寺这个点是被碎面推中了 然后其中的话 立五张这个点还是被控制 对战还是很有意思来控制你这两个点的啊 毕竟还是双风虽然说是上了一个呃双法系啊 但是他的一个控制流的一个打法是始终坚持的 可是化生寺被催眠 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哪里 你没办法去舍生 对啊 而且而且像化生寺这个门牌的话 他还是要前期通过叠一下人心的效果才能把活血的效果达到最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化生寺的一个活血无论是现在宝蛇的一个打法 还是说是双物理系加金刚都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但是出这个阵容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无奈的 因为这个搬选模式肯定是虎头山这个门牌是半掉的啊 嗯 这个也是估计迫于压力吧 而且的话 珍宝哥也是觉得自己的一个硬件确实没有对战方那么高 所以也开了一个鸟阵要抢一个速度 也想用这个三公里的阵容直接冲掉一个比自己硬件强很多的一个服务器 从开场到现在为止吧 双方目前还是以召唤蛇 青宝宝为主 还是打得非常的稳 没有像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三输出开场什么时间应接面伤走起 双方开场还是比较稳吧 毕竟这是今年2018年最后一场的一个正在的比赛了 嗯 而且自己拿了一个大课的一个优势可以是先稳住脚 看一下这边应该还是要由宠打开自己的法系 不然的话这边是中三输出打不出来应有的节奏是比较受伤的 是的 而且对面最最恶心的一个点 让观察方非常难受的一点就是方程山这个催眠 方程催眠的话它必须得强迫你至少有一到两只宝宝会反打自己 控了两只宝宝吧相当于一个封印 哇 这个蛇 一万一咬死了而且还是化身化身似的一个宝宝化身似的宝宝其实并不太希望你轻得那么快的对 因为大家平常看这个化身似的游戏全民PK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化身似它每个回合的有效操作都非常有用 无论是点人心还是说加金刚他每个回合都得出手不像是普陀这种点了个水灯就挂在你头上了 我像回踩一踏踩踩起人起起干枪说说不起干枪啊踩一踏这些东西还是要很有必要要做到的对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武装的一个烟雨剑法虽然开了个鸟阵没有一个伤害加成但是大客的一个伤害是非常可观 刚才有个提气 当前这个局势来看观战方式应该有相对来说场上保留两只有配速闯可以尝试开掉封印可以尝试带掉药 毕竟来说毕竟是个双风双控制的一个阵容 而且观战方式一个三叔叔的一个阵容在一个控制和回复是远远不如对战方的 至少观战方式边最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开了一把三叔叔之后他的风气可以拿到一个衣服 如果三公的阵容你的风气每一苏那那场比赛你就真的太难打了 直接加天地 因为很针对对面没有一个物理系 是的这个天地一加起来的话那看一下队方怎么去应对这个情况 观战方的点打的也就明比较明确了我只需要把你场上这一排宠直接清掉 而且加了而且加了这个天地的话那个武装立武装是需要一个血线的一个上线来出才能出一个燕与剑法的 这一次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操作 是的那对面左边叫蛇是神佑的意思 那本次一个改版的话也蛇也只能神佑一次 也就是说待会关了方这边可以 你看怎么清左边的是暴风但是这边华生意外倒地 他人心的效果就要重新叠了 是的这个华生寺被爆了一个5400直接倒地而且自己的蛇也被清掉 重点是你华生寺倒地之后你的回伤点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 看来这一场比赛的话节奏会非常快来决出一个胜负了 嗯因为以前啊我们可能因为大家平常打的PK当中可能碰到双物理系像全P3种比较少 大家都不知道很少可以去了解到怎么去打这种华生寺的一个阵容 谁打华生寺最好打的一个一个点就是杀华生寺 华生寺已倒地他们对面就完全没有恢复了 三叔叔的话 好这边的话武装血线领起来应该还是烟雨这种心动 对我这个防御4000 在加了一个天地同瘦的话对战方的一个双风也没有办法控制一个本关战方那个立武装的一个出手 但是对战也有急火点了我的所有宠就 看来了就照你的武装武装罐来A 但是刚才一个对战方有一个细节的一个操作就是给一个立武装扔了一个破甲 想用一个公宝宝来压一个第武装的一个血线 其实这种宝宝拍过去的话 刚刚咱们也看到了他大概打一个1000加1400 这种宝宝的一个伤害 嗯 也行吧 其实还行 观战方这个 风武装这个点就显得尤其重要 对命中率真的是 对他们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但对战方来说 两个点相对 风气点 就显得游人有余了 没错 因为现在对于对战方来说的话 目前 场面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的 是通过前期双法系的一个区秒配合上换魔 刚刚对战方这边的一个花生寺是一个意外倒地的一个情况 那观战方这边也是不怕死继续天地同兽来给到 花生寺这么一个门派 而且的话这个天地同兽的话是 如果蛇咬过来会出现一个miss的一个状况 大死亡宝宝 可能想用一个公宝宝来点 4号为防防 好这个对战的预判还是很准确的 直接选择来波兰2号这只宠来保一下 再连那这一次如意外这个蛇就会直接被清掉了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8个回合看到 鱼道将比赛 虽然说是上了一个三输出 但是他对于点杀并没有太大的想法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 施头领做了更多的事情 是连环击青蛇 武装更多的是烟与青宝宝 然后女拔也是 直接嗜血之际去砸宝宝 其实在关战的一个恶术的一个 加了个天地同兽之后 对战放的两个法器显得非常尴尬 才秒二 秒二这个就没办法 这个 当年摩天宫盛行的情况下 也是这个情况 就是输出很扬眼很差 但是 呃 天地同兽起起来之后 输出就相对来说比较匮乏 是的 而且 而且其实 呃 摩天宫这个门派 对于目前的环境来说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吧 以前可能像武装的天地同兽 甚至是清仙卡 对于摩天宫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 压力吧 现在珍宝格非常难受啊 在一个加了天地同兽的一个立武装 之后 似乎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针对手段 也无法封印 只能给他肆无忌惮的咽语 清宝宝了 那这样来看关战方现在这个 角度来看 他的两个单位现在都比较安全了 因为对面对战方的宠 是被清掉了有两只 所以血线还是比较稳 我估计的话会继续给一个立武装 再加一个天地同兽了 因为 从刚才的一个天地同兽收益来说 是非常不错 现在 目前来说吧 关战方这边有全场的衣服 他这个天地 想加给谁 就加给谁 果然是继续持续的一个加了个天地同兽 但是段方的宝宝的数量 其实现在就要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准备了 你的宝宝会被清得非常的快 要想想宝宝怎么去防御 这把的话也是直接中了一个无魂 对战方运气也不错啊 加了天地同兽的一个化身 似乎对自己的一个血线恢复 不是特别的着急 感觉对战方 没有一个可以 把我摁倒的一个 一个位置 我这个天宫啊 天宫啊 天宫啊 天宫是真的很爆炸 嗯 群秒4000吧 虽然说是只能秒2吧 但这个伤害也非常的养眼了 毕竟是一个虎头位 虽然被大客但是伤害还是在 我觉得卫兰的一个PK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卫兰的一个PK的一个走势 应该还是会像今天 今天这场比赛一样 更多元化一点 啊 包括本届五身台来说 遇到的这个花果山配魔王寨的这种阵容 也是 有很多服务器都已经拿出来了 是的 确实不像前几年一样 老是出现一个女拔木加一个丝陀 然后双峰一个阵容 似乎我们的观众也看了应该 是比较厌烦了 而且像现在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漏了一个门盘 是潘思 潘思其实也是在本届五身台也是 在我们的甲组里面出现了 而且出场率的话还挺高 挺高的 对那我们先先继续回到这场比赛 这边一速武装是一把罗汉 方寸落魄命中 这个对面灰灭忠律装比赛估计 灵士上面有做一个对应的调整 因为他明知道自己不会抢速度 前面灵士 带的估计 三四封印以上肯定是有了 就是说速度我这边可以放给你 我一定要追求一个准确度和命中率 没错 那看一下力武装亲宝宝 三千九看一下后续是否宝宝跟一下 达到一个暴毙的一个血线 而观战方的话 这两个天地单位被扔了一个破甲之后也没有选择去 加一个光辉补回来 因为的话感觉自己一个三弓要打出自己一个 阵容特色去直接去 强势进攻 不能延缓 对 但是老实说观战真的也不是特别慌 对吧 因为两个物理点 轻冲的节奏实在太快了 太快了 对方刚刚还五十宝宝 而且 你们发现这个三弓有一个力武装之后对面 只要出一个弓宝宝又无法控制他直接就被清飞了 站都站不住 观战方现在完全都不管你对面你随意输 你随意输 我最多两个回合 你神 我就清两只 不神我就清四只 但是化身这个点反复倒地也是始终一个问题啊 九转的一个消耗 现在前期可能还还行 后期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对 群秒3400 施伯出发腾脱镜 否则应该是一个买一送一 但是对面三二百宝宝 在观战方三宫斯托家女 加力武装的一个情况下对面的宝宝 真的比观战方飞的快太多了 太多了 主要是什么呢 而且对方还是个双法系 对 双法系本来清 宝宝的一个效率就比观战方这比较慢 而且我一把退拿八千 八千二 八千二 而且观战方还是开了个鸟阵 所以放一个罗汉的话似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 那这种情况但当前这个钓鱼岛这边应该是已经稳住局势了 反倒对面考虑该怎么加下边该怎么继续来打 好双物理应该会延续一个轻松的一个节奏 继续两个无力点全都起到天地 全都起到 啊这个对方方也起了一把罗汉这一把乱接起来的话 说实话 对方这把罗汉 带来的效果可能仅仅是对于这两个幻魔来防一下这两个幻魔来打出一个 爆炸的一个伤害 难道本次的一个 MEP会是这个观战方的一个风系武装吗 我可以来看一下啊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武装观战方这边还真的是非常赚 因为 对面已经不想注入情况下 对 他可能以为你会上一个女儿生来三攻来跟我打 对面觉得女儿生你三攻来跟我打我是ok的 但观战方这边却选了一个武装 对刚好刻到对面的一个双法器 这个估计对方将比赛 最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 也是上一把力武装的血线不够是没有出手 对 观战方的一个罗汉点应该还是要持续能够 跟上的不然的话 对宠的一个压力也是蛮大的 摩天宫 电一下可能就是一个6000的一个输出 如果说有诈 可以就是 达到一条蛇咬过来的一个效果 所以要顾一下那个观战方的一个一速的一个血线 来天地同兽再次给到了力武装 失心控化生寺 化生的一个血线 果然蛇咬过来的密死 化生寺现在有一个大概四分之三的一个血吧 这个蛇应该还是很痛的 我再我这相互给天地 力武装都加入了本次的一个天地战术了 这场比赛 呃 看了方这边 就看他们天地的应用情况了 那现在看一下 是说你那个连环机连蛇的一个情况 第四刀 没神 蛇心跳还是在走 其实 其实 可以的和王子你们感不感觉 等下后续会不会出现一个 观战方五个人物同时 起一个五个天地 五天地的一个意思是吗 是 这样就非常有意思了那这场比赛 不过对面也肯定要考虑一个点啊 我敢不敢把我的物理系的 全都提前拉出来 对不对 确实很有可能啊因为在后续的时候感觉那个 宝宝清的差不多时候把五个天地挂起来对战方 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手段 但有一个重点啊 针对目前这个版本的话 现在大家的一个公宝宝 除了利皮以外 基本的都是 龟速 高连 利破 要么大死亡 对这种宝宝 所以说 即使对面现在拉出那种公宝宝的话 效果并不会很大 因为肯定是在利武装之后三人出手 要么神不神就会被清掉 出现了第四个天地 第四个天地了啊现在已经 貌似法系的话因为法系的法抗很高所以的话也没有去 先加一个天地 是的而且他起了天地之后还吸收了蛇两次的一个 伤害 可以说是非常赚啊官僚方这边 对战方的一个双风空有一身 好装备却 无法使用自己一个封印技能啊 说实话 无能为力 你看 秒一 摩天宫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秒一的状态 而且对战方的一个公宝宝真的无法成型啊 因为官战方一个四驼领加一个 立武装 的一个群宠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非常快 因为 你公宝宝你拉出来之后 你没办法扛住我的伤害 因为你公宝宝拉出来目的就是为了打输出 那你要打输出代表你这个宝宝是没有防御的 那你没有防御你就根本扛不住我这个回合 对对 而且有一个点啊也蛮关键的 官战方可以接下来五只宠全部出来 不干别的事情 就贴自己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对 所以说真宝哥这会儿要想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啊 这场比赛真的是很有特色 我直接直接控龙龟 现在一个强服的话他的一个宝宝的一个格子非常多 很多都是打上一个抗风镜 你看这个蛇又咬到了一个天地的人物大尾鞋上对面的宝宝直接按防御 我再卡了一个 这个小四海 哇 这边的话还是把宠直接起来啊出来 哇 还秒生了 本来就秒一了还秒生的一个宝宝 非常伤 这个回合对战方双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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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坏了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这根法下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还帮这个宝宝 补满了血对最终啊最终点是宝宝还绿了是绿宝还绿了我怕最恶心的时候等一下把人物都补满天地之后 去尝试给宝宝加天地了 那到时候一个都秒不到了 但是对战方这个珍宝哥这边肯定也是会根据自己的思路来及时调整的我觉得 毕竟呃今年是由我五冠在手的五冠在手啊 这个整个团队的一个实力已经无庸置疑了就看他们这场比赛 临场的一个发挥怎么样对对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对战方肯定 得想一想怎么样的抓住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先摁死馆长方这边的一速武装 因为这个武装你知道一天不摁死 他天地同搜可以无限循环接起来 谁叫他是一速呢对吧对对对 对面得抓住个机会先摁死这个一速的武装 接下来再看怎么干掉这个 立武装 这个估计是队长方目前要去抓住一个机会情况 但是五只五只童子即使拳出来 打想要把一个人 他没有觉得真给牙宝宝开始加天地了没错 真的开始打一个 天地战术了天地战术 感觉遇到这场比赛很拼 拼了一个鸟阵的阵法万一被大哥就根本没输出了第2 还堵了一把 我就堵死你对面会上双法系 五条阵容 已经想要怎么去打你 可能他们是把前击能想到的也是全都想到了 想到了 对 也数死一波 对 从目前局势来看 宇导应该是赌对了 赌得非常对了 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 宇导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之前我们其实也看到大家会觉得天地同兽 效果可能 不太好 因为其实天地同兽 之前是有过一板的一个削弱的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被大家沿用的原因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龙宫崛起 你天地同兽 你对摩天宫 像现在的一个女王不一样 那秒三的单位的确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面对龙宫是很难的 那这场比赛刚好碰到对面的 就是这两个秒三的门派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先 这个回合对方是成功 呃 压制住了关联方这边的一个武装的 但是啊 有一个预判 提胡 提胡这个就没办法 我这个对面的蛇 换魔很尴尬 还是一个小木天地 还在补一个天地 就差法系了 如果法系也补上的话 这真的是对面的两个风气 很无奈的 而且封了两个 尝试去封两个宝宝 两个宝宝也是有一个抗风技能的 直接连环机来清宠 连环机清宠 群秒 哇又神一只宝宝 这场比赛不先对于导来说的话 从战术的角度上面去出发的话 的确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对面也只要出一个公宝宝 这边的一个双物理真的是不会让你站太久 但观众方的话也是比较聪明嘛 可能是始终留出来一个法系点 我来给你控 哈哈哈 应该也是到目前 是留留一手 留一手 啊对 我这个天地同学再来 武装的封印 失败 真的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封的单位居然还水封了 居然水封 这边也有防催眠的一个打法 那这会儿观众方拔木的一个点 哇 也只有一个 宝宝开始也补充一个天地了 貌似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十个单位天地同瘦的一个状态 十个就太过分了 十个就太过分了 不知道会不会把蛇也给加三 但是观众方始终还是一个节奏 我只打你宠 我不打你人现在 听闻的人现在感受不到一丝的 威胁 人物单位是没有感到一丝威胁的 对 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发展下去 难道鱼岛真的在2018的最后一年 真的夺的一个鱼岛必有一贯吗 呃这个不不太敢提前说 现在距离比赛开岛了才刚过去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对 至少这半个小时里面鱼岛是有一个优势在的 最终会不会呢 这个不太确定 我看一下 担心的一个地方就是 鱼岛待会他的一个 一速武装被点倒之后 意识不对面暗倒在地的话 那像比赛他们其实就很难维持了 对对 这是一个突破口啊 对包括之前化身刺意外的一个倒地 鱼岛相对几个回合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劣势了 绝对的一个劣势 因为他人物单位没有恢复点的 对对恢复点倒地 这一帮金刚真的是加的满满当当啊 非常的暴力直接 直接加了这个15个单位了 看一下力武装继续烟雨 2100 对面的虫只能防御啊 现在这个节点 真的只能防御 就是一个暴毙的一个血线 要么神要么死 丝毫为方寸的一个宝宝 这个就很难受了 这种区妙 4500 4000 还是防御还是要飞掉 还是被摁死 这个三号宝宝也被清掉 那这样的话 宝格这边瞬间场上只剩下了两只 宝宝啊 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童子 天下这把化生啊 敢不敢舍一下那只蛇啊 关整方来说 我我刚忘记看他的一个活血情况了 如果有活血可以活血 没活血在 而且在一个天地同兽之下的话 对战方没有造成什么一个伤害 药品和一个化身的蓝量是非常健康的 可以去食物激荡的用一些 消耗很多魔的一个 蛇蛇 果然像 可以的所说的 果然是舍了这条蛇 这边的宝宝全防御 对面的宝宝全防御 因为我抢上我有避雷的宝宝对 你能防御就扛我两个物理输出 但是你防不了我的避雷 那这个时间啊 谁敢谁也不敢说避雷宝宝没有用 是 避雷宝宝这个时候 对于双物理系的体系来说避雷宝宝是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 那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了观战方这边 双武装都没有了天地同兽 看一下是否是高速武装给力武装加一个 然后力武装再给高速武装再补一个天地同兽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这种打法可以说是 非常的 针对 非常的针对对上方 而且他还抢到一个一速 这是个重点 还是既定的打法 还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因为现在你没办法破掉我这个打法 我就一直延用就可以了 对面的一个缝隙也很无奈了 开始扔起了一个无魂了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 就防一下你这个回合青宝宝的一个效率 这边这边的话对面是五只宠都在啊 有一个孩子四个孩子 有有一个孩子四个童子啊 呃不排除是一排 利破 利破 对 但是在一个三攻之下的话 你又没有一个有效控制真的这这些宝宝是 出来站都站不住啊 你看观众方这边 完全不给你任何的一个机会 好三宝宝爆神 运气也非常差 法西去激活的一些宝宝也是 连续的一个神佑 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三号位是一只壁垒的宝宝 四号位宝宝刚刚摁了一手房 因为拍了一个壁垒拍了一个4200 我没有发现 很强势的两个换魔似乎 在观众方的面前 都懒得去搭理他了 都没去有想法去清他了 主要是你没 没办法 现在这场比赛对于宝哥来说是真的是一场煎熬 嗯 他现在 很难找到一个突破口 你说你要点对面的医术吧 那你拉一拨宝宝 你这拨宝宝得 省多少次 你才能持续站在场上 对对 如果对面有 如果对上方这样比赛有医术的话 那就好打很多 可惜他没有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方 连风 连风武装的一个烟雨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对面是 波兰保护了一下四号位的这个童子 咱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只宝宝 伺服这个风武装枪打出一个 把他血血线给压下来 不让他使用烟雨 还是出来了 还是出来了 看一下四号位这只童子啊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观输出吧 三千六看一下二号位宝宝 七千六直接暴死 蛇的话一丝血 还卡了一个大金 但是 只是一个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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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意外啊 对 因为我估计像现在这种 高连高速的宝宝太少了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 以前可能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种高速高连带碎甲刃的那些宝宝 现在基本上是 其实如果现在你的号里面有一个隐功的话很不错的 因为观战方没有一个 一个地府加鬼眼嘛 但是现在的一个隐功很不幸的已经被淘汰了 估计那些号 没有一个有隐功的一个存在 现在主要是什么呢 隐功宝 对于观战方识别来说的确是个噩梦 但大家都知道现在五神弹的宝宝 但是恰逢的话 刚好这个时期是没有 主要是 你打出来也没用 现在五神弹宝宝 十一十二技能 对高感知肯定是有的 我觉得 就像那些什么利匹 利匹都有高感知了 用来轻舌胚子的时候 所以说 利匹的确 应该说 高连的隐身宝宝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 你拉出来还是得死 但是有一点啊 其实 厂商这种局 应该是 很罕见的一种局 很罕见的 对 还是 一清一 连环击清四号位的宝宝 观战方这边战术 很明确 人我碰都不会碰 我只清宝宝 不过对面四号位的宝宝神要雷一下 稍微缓雷一下他们宝宝损失这个情况 对 这条蛇的话也是一个思学2100 那这种局势啊应该是已经持续了有将近15个回合了 从第十回合左右基本上观战方天地开始起 就是一个 打青筒 一个节奏 观战突然尝到这个天头 好 我们就果断一点 全部走起 谢谢 这个回合观战方这边这条蛇 说句实话 摸摸头不用担心 我化身似乎给你一个蛇身的 对 不会死啊 那咱们来看一下对面 风系武装的一个烟雨剑法 居然跑过来清宝宝了 清宝宝了 非常奇特的一个画面 肯定蛇你的啊放心这个蛇宝宝 对 那看一下对面四五号位的两次宝宝 待会跟不跟三号宝宝了 而且有一点啊 观战方利用这两个蛇的点 可能 随便咬一口你的一个人 就可能会有一个意外带来 对不对 所以说 观战来说两个蛇就是现在是打掩护的 是的没错 不过对面方的话也是 用尽全身的力气来清掉这条蛇了 对 铝毛木的一个失血之计 配合上摩天宫的风雷运动啊 终于是通过法术的爆击把这条蛇给爆死了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对对面方来说现在只能清没有 天地同搜的一个单位 对 但是观战方这把还是 还是肯定是既定的套路 啊 他们对战方珍宝来说 利用这时这个时间节点 清宠 但是场上两只法方宠给你清 也很难 呃如果对面方进入了一个清宠的节奏也是被 过于无奈的 对 但是大家想想双方都进入了清宠的节奏的话 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但是这把是一个点的一个机会 两个物理 是这个机会 对 就看对面方怎么想了 现在是一个突破口来的 观战方这边是一个施托灵 可能就是那个突破口 先看吧 继续补一个天地了 两个武装互相补 催眠来给到观战方这边的一个施托 而且我对面这个卡风非常的一个漂亮 庭护灌顶直接解开了施托 这个大死亡我们来看一下 观战方这边应该是个点杀 双大死亡的宝宝拍到了对面女拔木雷身上直接点女拔 在大克的一个情况下 烟雨的剑法伤害还是非常的高 非常高 估计 呃没了 当前回合大死亡倒地了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会不会啊 没有一个伤害的跟进 但是似佛居然比一个女拔木的一个 一个速度比较慢 速度还要慢 啊 这个也是女拔极金八卖 估计带来的一个效果 但是对面这会儿出两只洋护 其实没有什么用啊 而且洋护的宝宝抗起来特别强 对对对对对冠濛方经病来说哎你让输洋护那好那我再调敌的 他其实洋护他也不可能是输出床带洋火 可能是一个佩素啊 啊卡要一床 那对于宝哥来说这场比赛估计是他今年打的最难受的一场比赛 对 就是就是那种有力发不上这种感觉 对没错 现在他估计现在 现在真的是恨不得自己这场比赛会上一个无理系 他只要上了一个无理系 本来话叫成人是这样打不起来的 只会打一个冲式的一个战术 就直接跟你冲了 对 你看天地同时后再补 待会再来一个什么宝宝再解一下就OK了 然后下一把的两个武装又可以持续给一个单位加上一个天地同兽 一只是两只洋火啊 两只洋火 你把身上的一个大爽已经消失了 但是对面这个小怨灵 还是打开了化身的一个催眠啊 运气也是在的 这把关键的一个操作肯定还是 用力武装不输出给自己的化身寺 或者说应该是化身寺的优先权啊 给化身寺加上这个天地同兽 玩了施多岭有可能是承择式初宠的一个节奏 施多岭这个回合应该会先选择是一个变身 然后看一下 女拔现在被控不着急解封吧 我觉得你可以现在再列拉一只宝宝出来也可以的 力武装就按正常的一个操作 该刷咒语去烟语清宝宝就清宝宝 但对对方来说你看 无魂给到了力武装 防他清宝宝的一个效率 先看一下这个无魂重不重 解开了一个移书 下回合可能就是直接就加一个天地同兽 开始清宝 开始清宝 看一下三号宝宝再神一次啊 也是运气确实不错啊 对运气不错啊 你看 号五号位拉了两只宝宝出来 这个就是对方现在打的套路 节奏太好了 观众方现在一点都不着急 那对战方这边的话显得真的是毫无办法 目前来看啊 观众方现在可以打一个战术就是 呃 风系武装给化身寺加一个天地同兽 然后化身寺你可以选择水清女拔木 对 然后女拔木再拉一波月灵出来 然后石头领变身 第五装继续烟雨对面的宝宝就可以了 这是观众方这边 很正常的一个回合的一个套路的一个操作 那对战方来说 你可以选择继续 女拔木的杂 配合上摩天公的一个风雷运动 去清观众方这边左边这一条蛇 对 如果你怕他神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清后边那个女 只是这样我觉得有点 相对的时候有点亏而已啊 看一下应该还是不封印 我继续起天地啊 果然 来来给化身寺起天地 这些宝宝姐配素 应该还是保自己仕托领的变成出来 因为在前期的一个多单位的一个天地桶的时候之下的话 一个药量消耗是非常少 所以药量的一个储备是非常多 所以就没必要省了这个药 而且是女拔木的药很少用得上的 因为基本上他拉出宝宝就直接吃掉了 根本就没有地方去用这个药 再来天地桶的时候再补 我直接给幻魔 终于想到给幻魔补上一个天地了 那真的是这个打法太针对了 太针对了 那下一把四头脸的输出肯定是包毛的 对面的确是单法来清宝宝好 因为他明知道这个取秒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我单秒秒一下的话 还万一抱一抱呢 对吧 还能清掉你的宝宝 对 这种情况看啊 对观战方 风武装应该优先会选择给自己这个宝宝起天地 这会儿一个医术应该要给自己一个力武装加一个天地了 现在对于宝哥来说我想一想啊 如果要帮他们支招的话就是所有的宝宝按防御 然后通过双法系的一个单表来清贯的话 这些宝宝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丝的一个希望 至少我们的一个宝宝的一个存活率是差不多的 不过在一个三宫的一个重置下想扛到一个后期 确实也不太容易啊 关键是风衣命中率来说还是一个十零十不零的一个状态啊 你看化身啊这把的是火血 开始叠一个人心 还是防止一下催眠吧 对面也是有意识的调整一下风的一个方式 继续烟雨 里面的话还是一个防御的一个点 两千切 对面的一个小四海 对面的一个蛇 从一个大蟒蛇变成了萌萌蛇呀 哈哈哈哈 其实说实话真的挺难受的 而且咱们也看到关了方这边 哦哦天空 真的是对面的法系都显得很无奈啊 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那确实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确实是没有办法 换做是任何一个人这场比赛 就是出现应对这样的一个阵容 都是没有办法 嗯 会不会下一年我这老哥 去更新一排的一个隐功呢 哈哈哈哈 呃 还说不定哦 真的 如果说 宝哥觉得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 只是今晚被克制了而已 对对对 如果不是克制的话 我再带一波隐功 我还真的 谁赢谁输 还真的不确定 对对对 而且我还是想强调一点 这场比赛 绝对不是一个土流的一个比赛 因为当你有赢功之后的话 观战方不会这样肆无忌惮的 加一个天地铜售吧 就算你不拉出来的话 也起了一个威慑作用嘛 而且这样比赛的话 是由于有BP赛制之后 对双方被迫选出来的一套阵容 嗯 他觉得最理想可能也是最好打的一套阵容 所以在这样一个赛制之下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比赛阵容啊 是的完全是跟我们这一届的五神坛的阵容 是有太大的区别了 嗯 嗯 我能我能我能说 我能夸一句吗 BP赛制是好玩 BP赛制真的是好玩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比赛里面 我们既没有见到有三弓 也没有见到双方 但是这两个阵容竟然在组织赛里面同时出现了 对 那五号位的这个高速的一个防暴是直接被砸死了 对面的一个天弓也是先写了一个是天神护体吧好像 对 好的 厂商的话观战方三号位重是一个力P 可能对战方的话宠量是已经是在一半以下了 宠量的话 我计算是第三波到第四波之间 对已经接近在一半的接近在一半的一个情况了 对战方有种一个很无奈一个角色就是 你出宝宝宝宝宝又被亲得很快 你不出宝宝他就开始对你的一个人物动手了 是的因为他三叔叔嘛对吧 我亲你的人是很方便的 但我没记错观战方这个一号位的龙龟 挺长寿的 站了有二十个回合 站了挺长寿的 有没有这个直播的兄弟们告诉我一下 而且还看风 那边的风系也不能去控制 站多久了 有没有叫他站了多久了这个龙龟 法系也加上了一个天地 有一个人 五个人物单位已经加上了一个天地了 五个单位天地 他再加一个化魔 大死亡 化成一个回复门派已经闲得去丢 丢一个破甲数了 丢破甲数了 化成四角打得这么 这么有时间其实还真的挺难见的 对面刚好卡了一个大金 看一下这一次女麻木能不能站住啊 观战方这边 看石头领吧 那没了 这个 点杀很 就是秋文 就是秋文 点杀很决绝 因为对于观战方这边来说 可能是觉得女麻木你一个砸 砸个七八千千我一只宝宝 是ok的 但是天宫的话 你一个轰烈运动 我随便你再怎么来 四五千五六千最多了 基本上是一个回合清不掉我一只宝宝 那观战方 于岛这边的思路很清晰 他觉得 女拔跟摩天宫放在我面前 一个是给一个回合砸死我一只宝宝的 一个是要两个回合 那我就直接先把你女拔先摁死 你摩天宫你就秒吧 反正我下个回合 我再给你上个回合 单秒过的单位 卡个大金也可以 卡个小四海也可以 胡萝卜给他点个灯都可以 而且观战是毫不担心 我去催眠 催眠那个牛了 是的 催眠牛啊 观战方五个单位天地同兽 华生是把破甲提前都丢出来啊 这边 如果这样恶心起来的话 估计会再给一个牛补一个 补一个天地同兽 一数给他补上 下一把不 哦 这一把直接就补了 哇 这一个 思雪你也对他 只能 会不会对战方的一个 武装 火了 然后直接来一个烟雨剑法清流啊 也可以啊 他刚刚其实有长输口箱的一个操作了 清的是观战方三号位那种法房的东子 观战方 你看观战方这边就很 很针对 四只宝宝 三只法房 来你清 如果下一回你不烟雨过来的 我华生一个舍生 他到时候的烟雨剑法的话 就清不了这个 这条牛了 嗯 这把肯定是绿武装天地会继续补起来 华生4很有概率 来舍一波自己这条牛啊 没错啊 因为现在一个华生真的是很有空 人物的血线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他真的毫无办法 真正现在这个局势来看啊 好 我们来继续看比赛进行到了有34个回合 大概是已经打了将近5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对 将近50分钟那个时间了 对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只有对外方的一个 你把目是倒地过 其他人物单位 呃 还比较好吧 目前来说的话 无论是状态还是一个气血 但是他们药量也是蛮充足的 药量蛮充足的 对 果然所成的牛一万三 是的 这回你的一个风武装 烟雨过来是不可能清掉了 我又一个大死亡 又来了 就算防茂是在一点点的被观战方蚕食掉 蚕食掉 而且观众方这个回合 还是先清了一只宝宝 应该是让这个施托领来拿掉这个人头吧 也不排除直接开飞机 看一下 群秒 七百八十九 连蛇 那是有宝宝打他吗 观战方这边三只配速已经出手了 只剩下三号位的宝宝 先开下这条蛇 好 还是清掉啊 刚刚好清掉 嗯 那条蛇也好像差了很久了 差很久了 这个 可能观战方也是不着急吧 不着急 哎这个小云林四十四啊 还好对面有这个罗汉 否则这个血量没有罗汉情况下 还真的有可能是倒地的 那这这把的情况下对战非常有概率是要继续 出羊护的 嗯 而观战方的一出肯定是给自己补一个天地了 如果再出养护的话已经是出了 如果他出两只的话 又是四只养护了 四只养护了 对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已经有这个 黑王子女生发现 观战方已经不太想去出一些公宝宝 出一些法防这种高抗性的宝宝来来站着 那样的话你就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清宝宝的一个 一个单位了 是的 这个打死宝宝也是继续打 看一下武装烟语情况 那这脸肯定是会贴的啊 肯定会贴 看女拔了 这边还有一个治疗下了个770啊 身上的话也有一个 指人 还有一个罗汉的一个状态 还有个罗汉 曲妙是肯定不死了 789 这其实就是一个有一点打人的状态啊 我不太着急让你人躺下 又两只养护 对 第三号位 四只了现在是已经 但是你这一排死亡法防虫在场上始终就是危险 对 对 其实也行吧 通过武装 点一个雪灯可以稍微的 能恢复一点气血就恢复一点气血 对 所以这一回合的一个艺术可以给花生加一个天地同瘦 然后水清至一个湿托 就能保证一个湿托领变身 但是应该还是会优先选择来给花生4 花生4会更有用一点吧 对 从目前场面来看的话 无非你封重 士托领就是一个回合延缓的一个问题 好的 天地同瘦果然是给到了花生4 方寸催眠是重了 也难得出手一次法术啊 太难了 这样比赛对于对上方宝哥来说 关键花这边还有防催眠的一个打法 因为有三个死亡法防虫也没什么事情干 主要是他现在很好去防催眠啊 我只有两个输出单位 我可能用两只配素宝宝 各拍一个就ok了 还有一个还可以选择出去拍大死亡 王姐观战方声明再接了一把金清士托领的一个变身 也是这把观战方应该是看有罗汉在啊 这个法系奋度用掉啊 没错 看一下 利逼这个肯定死了 8000还帮我接了一下 各自利逼不知道会不会 直接站到最后面的一个比赛结束 那下一把情况来看啊 应该还是士多灵会帮能出手的 因为一速肯定是要给他挂一个天地同寿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遇到这场比赛还真的是 他这个一速的武装 过去上场之前 他就跟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耗时谁操作啊 但是过去赛前跟他说了去 三比三 你用的最多技能 不是叫日月乾坤 叫天地同寿 你认清楚那个技能啊 你就直接拼命挂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不是已经写在他的屏幕上了 写在屏幕上了 我估计 挂天地 我估计已经把那个法术认设定为默认法术了 直接F1 观众方这边你看还提伏 因为你能封的单位不多了 我就点着他提伏就可以了 因为我观众方这边有一速肯定天地给到了 吃托领 那只剩下一个单位提伏就可以了 好那看一下 放个单位来切啊 是的 点下的是虎头卫的一个摩天弓 在对战方没有出宝宝的一个情况下 已经开始对人物动手了 好破血来点 但是血条是有点盖多 看不到 直接倒地 还是倒地 毕竟双雾里 三输出吗 三输出这样搞你 你没办法的 烟雨加湿血之际砸 再加湿透领的一个破血 你得砍七刀 对 对战方也是被完完全全的一个克制的一个状态 没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去 不要说反攻了 连防守都不知道去怎么防守 好这边的话 对战方这回合是没有罗汉的一个状态 关战的话是一个反系不能出手 所以说对战这把也不是太着急起罗汉的 但是 是 那目前观众方这边继续的一个天地同兽啊 那我们现在也是看到了右下角这边的话 也是看到了季军的那场比赛是由 西大老街队阵奇云楼的那场比赛也是打到了 快结束了 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也是一把大克也是一把大克云打鸟的 说错了崩打鸟的一场比赛 因为这两场比赛的话也是同时在进行当中啊 目前我们大屏幕看到的是总结赛 鱼岛跟真宝哥那场比赛 下面的话是看到的季军真宝赛啊 西大老街队阵奇云楼的一场比赛 那样比赛的话也是打到了一个尾声吧我不接 连环不过这次一个蛇神又并没有太大一个局势的一个影响啊 这个是延缓了一个推进的一个速度而已 推进的一个速度 对方现在拉出来的幻魔无论是蛇造型还是鸟造型还是牛造型都没用 断了方直播天地同寿我我可以完全吸收你的伤害啊 嗯你那些宝宝你那些幻魔你继续咬到我宝宝身上 也只能咬到我三个死亡的宝宝宝宝身上才行 否则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 好的对面的话是又出来一只孩子啊 真的是 呃 延缓一下轻宠的那个节奏吧 轻宠的那个节奏吧 对输出宠也不太敢提前拿出来 这些宝宝拉出来估计也就摁个防御了 因为这种宝宝没有输出的 对 拉出来就摁防御那 呃 左边教授也是没神 直接被清掉 那这样的情况来看啊 呃 对方的女拔木肯定是要继续出闯 来出手揽和这个大牛的 不然的话 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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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集火点了 唯一是摇铃铛居然还被摇走了一个立批 一批 啊 估计的话一输直接就补充了 但是先可能会优先考虑先挂一个天地同搜 毕竟是指挥下达了一个命令 说天地同搜是本场的一个关键 没错 那目前这样比赛 宝国那边是真的是非常难受的 而且我们刚刚通过右下角也可以看到 季军刺码山那边的话 西藏老街是目前处于一个比较似的一个情况 毕竟他都一把风阵在 风阵大隔离一把鸟阵 死了而且风阵是加强了 然后鸟阵是削弱 公平已经开 对这关战方已经开始和对战方聊天 哦 无奈啊真的跑啊 实在是无奈 那这场比赛 我们真的是要恭喜钓鱼岛了 目前我们是已经看到了 对战方是损失了一个号 他们也是可以看到了 对战方是直接跑掉了一个号啊 估计已经被打 打得很难受 是啊心里已经打出了一个阴影了 主要是这场比赛出现的一个阵容的一个克制太明显了 所以对战方也是真的很无奈啊这个 估计对战方打完这场比赛之后说 我真的永远不想看到这个天地同兽这个技能了 嗯 其实通过这种情况的话 也可以大概的了解到对于 呃 宝哥来说的话 的确上比赛打得太难受了 对对对 这个我相信看直播的玩家都可以感同身受吧 感觉到了宝哥那边的无奈 在对战方宝哥一个人物逃跑之后的话 直接就换那个宝宝直接推进了 嗯 嗯 很无奈啊 决赛被打到逃跑 就因为他主要是主要是他这场比赛被克制的太难受了 嗯 如果不是克制的话其实都ok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观战肯定是要冲一波了 对应该是要冲一波了 剩下的话应该呈现一个四打五的一个状态 所以观战方的话可以把两个死亡法方也给换掉一个 一个公宠或者一个推进的一个须弥 直接把对战方顺势退掉了 恭喜玉岛是夺达了一个本次的一个149届五真堂的一个冠军 好看一下观战的一个出手为选择吧 应该是伐木还是要持续给压力的 一速肯定是要继续出输出宠了 真的除了这个搬选制之后 我们也看到这种比赛是越来越有趣味性了 还是选择来封印 对还是选择去封印 再感受到对战方没有这份和战斗欲之后的话 也没有去加一个天地同兽 直接顺势把这个比赛直接就推过去了 接下来的话应该是全面的一个三速复的进攻了 嗯 这次应该是叶姬配烟语剑法 再配合上底拔的群秒 你看凤狂应计直接开始走起了 对对 虽然你的单位不多 但是为了庆祝我把这个毛也送给铁了 比蕾跟进 剩下两个有效单位 这场比赛对某个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遗憾的 比较遗憾的 但我觉得吧 这些是通过BP赛制之后 导致阵容的一些改变 所以以后如果打进决赛的一个队伍 就好好要试量一下自己的一个阵容 会不会出现一个 没有物理系 是一个bug在里面了 好的 那这样的话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恭喜 于导获得了第149届武神坛的一个冠军 也是